大家好我是米卡 今天来去讲一下3月28号身放松的终点整理 那最主要还是先讲到合作的位置 那没想到合作还有最后的追加 那基本上他就有去新增了爱丽丝的祈祷 那时间就只有最后5天 每天可以去祈祷一次 就可以是获得到20只爱丽丝跟道具的部分 那叠满机运嘛 就可以去开启英雄之阵 那这边来说啦 本身角色就可以去挑战到天魔十连一 那如果嘛今天还是缺角的玩家的话 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让祈祷的身角色变得更强咯 后面嘛就来到本家情报的部分 那基本上啦会去推出新的暴角克拉福特 出降临的时间会放在4月5号的晚上6点 那比较有看点的地方啦 就角色设计上非常参考的麦卡 那有不少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出相同的设计 所以到底有没有机会去跟麦卡合作咧 嗯我觉得机会还是偏少的 当然这也可能暗示着后续 怪物坦珠里面会有的新玩法 那毕竟嘛去年的演算法乐园 所以今年应该啦 还是会继续推出新的东西下来 那只不过到底是不是朝着 麦卡合这个方向来去做一个设计嘛 那大家就可以去期待一下咯 那后面嘛就来到每年一度 放在4月的春季活动 那之前呢还是有跟各位去做个预测啦 只不过当然嘛就没想过 今年的福利缩水的这么严重 那就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那今年主要的玩法啦 就是会有100颗春天宝珠 那只不过那100颗春天宝珠 会在一个月里面分开4个礼拜 每个礼拜25颗宝珠给你 那这个宝珠就跟一般的宝珠一样 那稍微打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嘛 各位还记得19年有19年宝珠吗 对 它这个概念就是一样 它其实就等于一般的免费宝珠 你也可以去框充包包 你也可以去抽蛋 当然嘛 抽蛋它是跟免费宝珠一样 还是会累积保底 那这一个啦也不是最头痛的地方 而是在说春天宝珠 有使用期限 那这边来讲的话 它送给你以后 你就只有一个礼拜的使用时间 它不会给你存到下个礼拜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 25颗宝珠 你就只能在一个礼拜里面按5个单抽 而我前面提到 花到这个宝珠是会存到保底的 所以这边下来嘛 如果就不想出保底的玩家 但是又想把宝珠花光 到最后就只能去框包包 那这一个也是其中一个选项啦 那至于这回春天宝珠的投放嘛 就还是稍微的介绍一下 3月30号这一批的宝珠嘛 合作的时间还没结束 同一时间啦 还是会有超兽神迹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 如果没有合作 就一只合作角色都没有的话 其实就会比较挺到去抽合作 当然超兽神迹 到今天还是没有真宗跟巴云的话 就还是会挺到去抽超兽神迹 当然如果两边都没有的话 那最后啦 还是会推荐到超兽神迹啦 后续嘛 4月6号 如果没有意外 激秀神迹合作 他这个时间应该还是会放一个礼拜左右 所以两轮的宝珠啦 如果有合作的话 没有意外啦 都可以丢到激秀神迹里面去 那最后4月20号的来一批嘛 当然就丢到这个全奥法 因为他这个是旗舰限定 就算丢到属性计 那后续嘛 还是可以继续抽嘛 所以就在这部分 比较主观来看嘛 还是会推荐到去抽一些旗舰限定 当然炎炎消防队 就还是有那么一点小例外啦 那这个活动嘛 总结起来就是你消耗的宝珠打扮者 因为你如果嘛 就怎么说呢 你就想要抽一个十连抽的话 其实你就要自己的宝珠25颗 再加上这个春天的宝珠25颗 那这个时候就刚好一个十连抽嘛 再简单一点想下去的话 就根本就是打扮者 只不过他就用了一个比较麻烦的方法嘛 当然双比起十九连宝珠 他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这样给你的话 当然就还是有点小头痛 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别就在说 十九连宝珠 你可以在一个月内 我想到什么我就抽什么 而且他一百颗宝珠 还不用花到你原先拥有的宝珠 记忆下再做一个投放嘛 他这个换了一个玩法以后 你如果想要十连抽 你不但要花到自己的宝珠 而且只有一个礼拜时间让你去想 如果他这一个礼拜时间里面 没有什么你特别想要抽的角色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就只能去框包包咯 其实就 他这个活动啊 我就觉得好外参半了 最起码看日本YT的刀战术嘛 就还是会有那么一点小不满啊 我嘛 当然也是不满的赖屁嘛 好啦 那就后面来到本家的新系列 那这一回本家新系列嘛 就一口气会推出三个角色 那当然还是去抓一个比较终点的角色来介绍 这个就是水属性的宠元捕传 不得不说啊 连这个礼拜 怪物坦珠身方松的封面都用到他的 就可以看得出 这一只角色或多或少还是有料的 那被动的部分啊 主要还是三反被动应对 而对应的关卡 周可以去跑到天魔空中庭园吧 那本身平衡型的设计啊 去针对到关卡里面的属性倍率 周可以去打出更高的伤害 虽然就没有查你满2.5倍的直偶这么夸张 或多或少还是可以去把伤害拉回来 在友情的位置也是有给到供有提升 那这边啊 周可以去透过友情技去获得到攻击力提升哦 那SS的部分碰住到的敌人攻击回合数增加 那这个就是一个延时的SS 整个来说啦 还是可以去起得到一个蛮不错的辅助效果 当然他20加4个回合 如果你前面开了以后 你后续就有很大的机会 SS回不来 所以嘛 在队伍里面要不要去放入两只嘛 就要等到实战以后才会比较清楚咯 角色整体而言的话 就真的是非常可以 但是就属于那一个 你打不到就不会用到的角色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 相对于大部分玩家而言嘛 就没有这么必要去抽这个本家性系列 当然留待到后续 可能在一些免费活动 或者就是怪物弹注卡片里面 都有机会去获得到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 当然就不要抽本家性系列 这个就是总结 好啦 就来到最后一个情报 就本家角色一个受神化改 那这个礼拜 受改的角色 就是麦莉克金光 那最主要的一个点嘛 就是超炮技型的高级电章 那这个因为就放在主友情记的关系 所以嘛 后续其他拷贝的角色 都可以把这个威力再提升上去 可以去期待到这个友情的威力啦 可不可以去突破到一些 关卡的机制啦 大概就这样 关卡陷阱对应的部分 没有意外啦 就天魔失恋式 所以如果嘛 还是缺角色的玩家啦 因为他就不停丢角色 下方嘛 就可以做一个战斗力 来去挑战一下咯 好吧 那影片啊 就到这边差不多 那前面的感想嘛 其实也就讲的差不多啦 所以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东西好聊啦 顶多就用后续的一些合作部分嘛 当然这个 就还是等到愚人节以后吧 看米西会不会去做什么暗示 之后再做一期节目 跟大家好好讲讲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呢 可以帮我按赞按订阅 那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